年后14 Pro和14 Pro Max简直不能用掉价来形容,应该叫崩盘 哈喽大家好,我是天赋,关注我为你的爱机保驾护航 经过年后这一周,14 Pro和14 Pro Max的连续崩盘掉价 现在选择入手的人也越来越多 最有意思的情况是14 Pro竟然卖的比13 Pro还要便宜 今天我们也是用几个顾客的要求来到华翔北市场拿几台 苹果和华为的全新机,顺便来看一下今天的行情如何 首先我们给一位顾客拿了一台华为MatePad Pro平板电脑 这是一台国行全新原封的机器 和官网一模一样,享受一年的全国联保 8加256G内存,WiFi版本,夜兰灰 这台机器在京东上还要3689,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拿货架 这个是4.8英寸,WiFi8加256G内存灰色 今天的拿货架是2920 然后我们这边再带一个全新的华为66瓦超级快充 这个是Top-C接口,适用于绝大部分的安卓机 紧接着再拿两台黑色128G内存的14 Pro 以及14 Pro Max 都是国行原封未激活,和官网一模一样享受全国联保一年 包装盒上有序列号,可以直接在官网查询是否激活 最后是一台256G内存黑色的14 Pro Max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拿货架 256G内存黑色8675 128G的是7890 而14 Pro已经跌破了7000 很多朋友最近也在问 苹果14系列还会不会继续崩盘掉价 在我看来就是它即使继续再掉价 它也不会有太大的浮动 因为现在的价格基本已经到底了 好的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我,买手机不迷路,再见